看到跨宗教的协助则是让这一场 此际大型的白米发放行动顺利圆满 这是在海地大米发放提供给2870户家庭 共发出了5740包大米 户数众多 这个米也非常的多 所幸有得力助手 是当地的一位神父邀约学生和老师 投入志工行列 一眼望去 看不见队伍的尾端 因为领取大米的民众 单日就超过1500户家庭 他们是拉萨林区综合学校的家长 以及周边贫困居民 为了整队 为了表达慈悸的关心 志工得站上高处扩达音量 每一户受赠来自台湾的两包大米 引导动线维护秩序 必须仰赖警察之源 发放过程 如济神父则安排了85位学生协助搬运 太阳城区学校也有40位老师帮忙查验发放单 紧接着第二天 太阳城区圣安东尼幼儿园的家长 还有周边特困居民发放活动在同一地点举办 货数一样高达1200多户 艳阳下看见民众从排队的躁动到零米后的笑容 所有志工认为一切疲惫都值得 全部的这个装米 蟹米一天都是用换来算包的 因为我们这个发放大米从货柜到仓库 仓库再到动线 动线再给感恩户 最少一包米等于要搬三次 那2万包在太子港的部分 等于我们要搬6万包的米 除了我们本土志工 还有关怀团从美国的志工以外 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个学校里面的 技术学校的学生 此季发放大米已经连续三年 整体过程平和顺利 见证到他们的进步 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 陈慧毅 黄建良 海地报道